我們下一個來示範 我們正常在導航的過程中啊 他旁邊 旁邊會有一個這個小的麥克風的這個訊號 這個訊號什麼 這個訊號的功能其實就是 就是剛剛這個聲控這個功能 我們在第一個畫面裡面有一個聲控的功能 那聲控的功能呢 按下去跟我們在 導航的畫面裡 他旁邊有一個聲控的功能 按下去的出現的畫面是一樣 按下去我們輸入我們 語音的指令他可以照我們的意思下去做 導航導航到我們的地點 查詢景點 請說景點名稱 國父紀念館 請再說一次 國父紀念館 請選擇 辨識結果 獲取消極 重新 輸入 五 那現在這個畫面呢我們可以看到 剛才他列出了一大一大堆的 有 相關國父紀念館的點 那你可以 念國父紀念館捷運站出口 一號什麼 你可以念這一段你也可以直接 看到那景點一二三四五你直接 五三二隨便點隨便念他就會到那個地方然後呢 你看到OK了你就把它點下去 這是你要去的地方 開始導航 就要去你想去的地方他開始規劃 我們再回到前面 景點書裡面呢有美食民宿住宿 各種東西 拜財神過新年這是什麼 喔就是一些廟宇 可以去 拜拜的一些廟宇 然後一些景點他裡面內建了一些 歸納了一些 大家可以去旅遊的地方然後我們再看一下舅舅我是什麼 救救我就是 如果沒有遊了醫院啊 診所啊什麼的這些有兩個 一個畫面 就是像譬如說尿疾 他告訴你附近有幾個家要站 可以很迅速的查到可以去的地方 愛車防護呢 愛車防護就是說 PapaGo有跟全風配合一個免費的道路脫掉 那我們按確定 裡面有一些專線電話 服務項目說明 注意事項 很多都在裡面寫的非常詳細啦 那我們這邊不再一一介紹 軌跡紀錄 軌跡紀錄就是有些地方 如果說你去這個地方啊 那個他不一定是有路的 鄉下啊 山林啊 你可以從 這裡開始設定軌跡紀錄 紀錄 你跑過程當中 他就記下來 下次 你要再去的地方的話 他可以 直接把這段紀錄叫出來 然後讓你 走上一次 就是這一次紀錄的路線 讓你到你要的地方 我的相簿 他本身旁邊有 旁邊這邊上呢 有 那個記憶卡的插槽 那目前我是沒有 放記憶卡 所以他叫我把 相片置於 SD卡跟目錄 或者是 DCIM資料 假裝 那我現在是沒放 放進去的話 我們可以看照片 那這裡面呢 這些東西 應該就是他原本內建的 自動播放 畫面呢 還蠻清晰的啦 可以設為背景什麼的 然後往下 那我們跳出 跳出 音樂播放呢 請放 也是放記憶卡嘛 那我們沒有放 目前 目前看樣子是 裡面沒有內建音樂啦 3D導覽 3D導覽 目前的情況 可以看到 所有的建築物全部變成一個 3D模擬的立體畫面 3D導覽 那我們一樣可以拉動畫面 我們一樣可以看到 看到一些 大致上的情況 那這個有助於在開車的時候 輔助 大家稍微可以做 旁邊景物的辨認 那大致上所有的 功能大致上就是這樣子 那 裡面有一項功能我剛剛沒有講 我現在補充一下 這裡面有一個FM聲音發送 FM聲音發送是什麼意思呢 FM聲音發送就是 當你在開車的時候 你譬如說你調好一個頻道 或者是你直接設定 我現在要100.7 或是103.3 無所謂 你把它打開 你可以拉動它 你可以拉動它 好 93.1 或者是多少 都可以 你可以拉動它 好 像我現在 101.8 那這個功能是什麼功能呢 就是說 你覺得你的導航機的聲音啊 我剛剛已經開到最大聲了 你覺得可能聽不清楚 或者是 那樣子 那樣子聽呢 你覺得比較不好 你就在這邊 把FM聲音發送打開 設定你要的頻率 然後呢 你再把你的收音機調到 101.8 101.8 反正你隨意可以設定 102.0也OK 調到這個位置以後呢 你待會所有的聲音啊 你的警示 都會從你的FM 透過 你的喇叭 車內的喇叭 傳出來 那這樣是蠻立體的 那 設定這以後 假如說啦 你假如說你設定的是 比如說是 103.9 103.3 這些本來就的 本來就有 音樂的 節目的頻道 你設下去的話 它在 出聲音的時候 它會有 一個把原來的廣播 稍微蓋台的現象 那 你在試的時候啊 你會發現 欸 我一開啟 原來的音樂就被蓋掉 那它主要就是 它有一個訊號過去了 那平時你也可以關掉 關掉就是用導航機的聲音 那 整個 整個 這個 H5600 大致上的功能就是這樣啊 它的 它最主要 我覺得它最主要的好處呢 就是說 它蠻薄的 它大概只有一個打火機的厚度 螢幕很大 然後觸控呢 很方便 那最主要呢 就是說 有聲控 然後它的路徑規劃速度還蠻快的 那要關機的話也很簡單 關機的話 按一下 放開 大概 按一秒到兩秒中間就關機 非常方便